欢迎收看小人物大英雄 和我们一起发掘在社会中默默付出的人物身影 为孩子说好听的故事 不只可以丰富他们的心灵 也会成为未来他们美好的回忆 台湾儿童的乐听市场 一向出示着国外的出版品 很少有属于这块土地滋养长大的作品出现 不过今年的国片 却有一部适合亲子贡赏的童话电影 导演林福青在儿子小时候 每天临睡前都会编一个故事哄他入睡 这位爱编故事的父亲 最后他干脆把这些原创故事记下来 成为他创作电影时的最佳素材 台北荣总介受堂的这个月晚 国外温馨 除了副总统夫人与医护人员 院内罹患骨肉瘤的病童 也在家人的搀扶下 前来参与一场名为病房电影院的特别聚会 念轩 欢迎你来 我是导演叔叔 欢迎你来 乖 这个是你可以在病房里面听这个音乐 这是现在在放的那个音乐 然后这个是歌词这样子 好 天使是一群长了翅膀的隐形人 他们总是很快乐地在空中这样飞行 而且他们心上会在飞行途中帮助别人 从前有一个部导 他站在广场上摇来摇去 不管大人还是小孩都很喜欢跟他玩 然后推他弄他撒他痒痒 可是时间久了他也会累啊 他很希望可以休息一下 而且他是套下来休息一下 爸 这个故事我听过 你看你的故事都是偷来的 你偷人家的故事 我再也不要听你讲故事了 让人不清负债累累的 勿导翁的奇幻旅程 是以动画短片 结合真人演出的一部电影 内容描述一位毕生奉献于 儿童文学的老作家 与一位骨肉流小朋友之间的故事 透过旅行 两人成为忘年之交 进而从彼此身上看到人生希望 从洪水里飞得起来 小鸟 来 只要跳到五百万次 你就会看见布导翁 在做今天的每一位朋友都是我的天使 然后我们期待会看到很多天使 不管那个人对你好或是那个人对你坏都是天使 然后期待我们会看见你自己的祖导翁 好看吗 老师谢谢你 曾经从事新闻采访工作15年的林父亲 2008年起开始记录佳文的单亲爸爸 陪伴佳文对抗病情凶恶的骨肉流的里程 从那时候起 林父亲就在心中许诺 要将自己内心被启发的爱与感动拍成电影 好跟社会大众分享 我会觉得当记者他至少你有更大的机会去接触你接触不到的事情 看到不一样的事 然后你对很多人你会更多的感触 比如说我身边没有癌病的小孩 我们去透过一个防护 我们去接触到癌病的小孩 你会觉得说那样子的那么小的小朋友 他遭受的人生历练 可能比我们活到四五十岁 还要他那些历练还要提早 记者提供一个机会去让我们看到很多事情 然后对很多事情的思维不是那么单一 他可能会有 同样一件事情会有很多的思考 他的思考面向就会不一样 就是说至少记者这个生涯 他提供一个我对对待事情的思考模式是不一样的 是有长进的 出生于台南佐镇的林福星 也把电影的场景设定在自己的故乡 用在地人的情怀与思维撞进脚本 并且在当地实景拍摄 使整部电影充满浓厚的原乡气息 电影里面有两个镜头 只有那个鹅有没有 就为了那两个镜头 我当初在筹拍的时候就去买了一些鹅 从巴掌大把他养到成鹅的样子 就感觉到有点要建立那个农村景象的感觉 就是为了那两颗镜头 就养了一群鹅在这里把他养大 后来拍完了以后 我当然舍不得那一额 我就给他分送很多人 司徒隆 小心点 来喔 快点喔 来 抢一个来 开始 但我拿到新闻局的辅导听得出来 我很高兴得要命啊 可是他这个片子里面的情态 有很多动画 有很多合成特效 我们现在对着 这自便大概高兴了一分钟里面 转头就跟我讲说 你干嘛写这种剧本 因为知道头大的事情来的 哈哈哈哈 我们组顶就要变成梦公园黄金城了啦 哈哈哈哈 你现在看着就漂亮了啦 没有人知道天使在哪里 但是我们可以靠想象力把天使出现 所以像我们拍这个片子 其实我自己贷款一千多万嘛 我自己会觉得说 压力真的是非常大啦 可是 那我连不倒露的精神 我自己都不相信的话 我还能够去 去信那个说服谁呢 对不对 我们这个剧情有点厉害的哦 片中饰演情书的万熟 在珍惜生活中就是一位情师 林福清充分运用手边的资源 邀请许多村民担任临时演员 素人导演加上素人演员 擦中出意想不到的火花 塑造出浮实自然 浮躁作的电影风格 你这家公在说话 你这家公呢 这太酷了吧 你这家公在说话 你这家公呢 影心啊 有影心在啊 那所以 就是你给我熬了 我真的是这样 我开始想是说很丹顺 就说我来啊 黏黏的 就不知道你能够 不知道 自己等下这么多时间了 就这样我感觉就说 心没有在那里 心脑在那里 先够就有了 要不要我讲一个云的故事 跟着听到吗 啊 有一朵云呢 白白的 我们叫他小白好了 好不好 小白他的飞行技术很厉害 为什么 因为他 老公 聪明 小朋友专心听着故事 不倒翁的奇幻旅程里的主角 童书老作家也擅长说故事 仿佛就像是林福清自身的投射 而他最喜欢的就是带着孩子一起走入奇幻的异想世界 前边说故事是永远说不完的 从前开始哦 故事像是石头上会冒出来的牙 因为想象力在底下一直长 一直长 就像我那个Andy的slogan 我说每一个小孩都是天使 我们曾经都是小孩 那我们曾经都是小孩也是这样 我们曾经也是天使 我要讲故事的时候 我面对的是我的天使 那我面对的天使 其实我说其实每一个人都可能有开发故事的能力 问题在于那个态度 你是不是够诚恳去面对 那个跟你要故事的想法 如果你够诚恳 讲故事其实是困难的 我加油 谢谢 我们在很困难的情况下 我说我很感谢你们 我很感谢大家相亲 我爱你们 为什么是人心苦心呢 我没有钱扮杀青酒 她说要杀青了 要请人家吃饭嘛 那就姑姑跟叔叔来帮你办好了 他们就找那个外汇 不居住的那个阿姨 只算在这里 在这个赛古厂 判了好像十几周 在这里 很热闹 连县长都懒 我们期待都不能够当一碗 这样好吗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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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肯定不肯定不肯定 不肯定 无形的思线 在绑着你 我叫你来 拉回来一下 所以家乡的力量 故乡 这个对很多人的意义 其实是在这里 你也许会 能助你 你也许会怎么样 你回到故乡 从内心 再形成一股力量给你 就像母亲 自己一个小孩一样 她会给你力量 她会给你温暖 阿嬷 对 木核芯继织 导演再灌 到里 开始 林福倾他曾经说 在你身边的每一位 都是天使喔 无论那个人对你好 或是不好 你想想 为什么不倒瘟 他不会倒呢 因为它里头装载着你的承担还有责任 你把承担与责任吐掉了 当然可以很轻松很舒服 可是躺下了你就永远都倒下来了 他说他自己要先去相信不倒翁的精神 不管电影拍摄遇到多少困难 他都要撑过去 才能够感动更多更多的人 跟着制片一同前往台南市文化局拜访 电影虽然才刚完成 但紧接而来的宣传行程 对导演林福清来说 又是另一项挑战 我的团队全部都20多个月 没人都20多30个 那个卡通三支卡通 里面有五支卡通 其中三支是南意大比较高兴的 我做起来就做了 所以我们尽量都用在地资源 那六支是台湾专业发现原地 这个不倒翁来讲 在这个时机点也是有这个好的意义存在 它对时代意义也是有啦 现在很多人拍过啊 很多人啊 那很辛苦啊 说是没空上 不行 我们就要有鼓励出来 把这个不倒翁其实 这样 推出来 带人故事是这个来的 故事啊 故事都在哪里 不倒翁的奇幻旅程 片中的老作家 讲了五个 用动画呈现的童话故事 这五支动画短片 其中之一的跳红子 还获得了2010年 信仪基金会举办的 幼儿文学奖 动画影片创作比赛的首奖 因此 特别受到重视 他突然发现地上有个影子好瘦喔 他有个文字 你中国有个文字 你中国有个文字 有个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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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五个文字 你刚刚有刚才 搭配点子上台的事情 他现在先做第一本 他先做第一本 他是先做什么 他是先做一家年后的文字 很胖 雖然有点吃力 但是他爬上了墙 在一鼓作气的往上跳 跳 再跳 他竟然跳上了尖塔 随着大楼上的影子 他继续跳 跳房子是一个关于信心的预演故事 描述一只胖猫咪 如何建立自我认同的 心路里程 林父亲从儿子小时候 就爱说这些字编的童话故事 没想到 却在这部电影中 交织成了 最吸引人的故事清洁 他有个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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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量除了票房收入外 林父亲也希望能结合在地的艺术工作者 一起来参与文创 一起来参与文创产品的开发 像这个模仿电影造型的布导翁公仔 就是其中之一 其中我大学生 我主要很好的埵 我们可以说是不同的 大学生 或者说 例如你说 有这样的 可以医毛 所以这个也有实用性 对 结合魔幻欢乐 与感人情节的 褑导翁的奇幻里程 其中电脑特效与动画 部分是以建教合作方式 交由三所大学学生共同完成 这是国内首建的创举 也获得意想不到的成果 它的主角田边是一个插画绘本的一个作者 所以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就可以比较大的空间 可以去做一些可以很好玩的地方 所以我认为这个动画对我们来讲 也算是有一个发挥的空间 可以去让学生跟动画组这边 可以有更多的讨论 跟更多的方向可以制作这样子 这是一个蛮新的尝试 那当然以国片来讲的成本都不高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还具有一点剧情加实验性的一个影片 蛮期待说这个影片做完之后 会有让更多人对国片跟动画片 有更大的鼓舞的作用 只要跳到五百万次 就会看见不倒翁 虽然不倒翁的奇幻里程 才刚完成不久 但动画表现令人激赏 因此获选为2011官渡国际动画节的开幕影片 象征林福清跟团队的努力 受到了大家的重视 我们开放几个机会 让大家问问我体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东西 电影是假的还是真的 这个电影是假的还是真的 故事是叔叔编出来的 他以为他是看了一个纪录片 请问你的电影有没有去报母亲马桥 我有去报 结果被推荐了 对 没关系 全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影展 我正要跟她说几个影展 我帮你签线 谢谢大家来 那欢迎和我们还有继续的茶室 这个就是跟着你最高的地方 这是花里 希望这个电影能够让更多人看 我觉得它有很多 很本土的元素 它不是高调的 说我们是本土电影 我们要强调的是 什么地方性地区性的一个东西 但它的东西其实它有很多 本土的一种情绪跟视觉 它跟叙述 这一点是真的都到位了 这样子吗 我喜欢它 有很多不同的风格 所以它一直保持它新鲜 我认为它能够混合 在这种活动的世界上 跟创作的创作 或是帮助的角色 或者帮助的角色 所以我认为它能够混合 这两个人 我觉得它能够成功 谢谢你帮我签名 谢谢你小朋友 小朋友 谢谢 谢谢 你要跟叔叔讲 你要跟叔叔谢谢 谢谢你 谢谢你来看我的电影 他好小 他可以90分钟从头看到尾 没有眨眼 14岁 对 所以好棒 谢谢你 电影是一个国家文化实力的橱窗 尽管制片的条件恶劣 但林福卿等国片导演们 却能够坚持理想不退缩 以热情与才华披荆斩棘 开创出亮眼的成绩 而这种百折不挠的不倒翁精神 不仅为林福卿 也为社会注入了 源源不绝的正面力量 一部由爱与感动而发响的电影 让国片开出了不一样的花朵 不仅有精彩的儿童文学创作 也带动年轻专业人才的投入 我们期待能见到更多真诚的文创工作者 让国片的发展更加欣欣向荣 小人物大英雄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